今年兩會的其中一個關鍵字是脫貧攻堅 2015年總書記習近平說要在五年之內 令到全國的絕對貧困人口脫貧 令他們不休息不休著 還要在教育、醫療和住屋方面得到基本的保障 今年就是收官之年了 能不能夠做到呢? 中國的扶貧之路又是怎樣走過來的呢? 隨著改革開放出現一部分人扶起來 也都突顯出貧困人口 到底怎樣才叫做窮?窮人又有多少呢? 2011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宣布 將貧窮線大幅提高80% 由年淨收入1274元人民幣 提高到2300元人民幣 即全國有大約8200萬個貧困人口 佔全國人口近15分之一 貧窮線每年都以當年的基礎調整 2015年總書記習近平提出 脫貧攻堅戰 按今年年收入要超過4000元左右的標準 直至今個月中 全國有780個貧困園已經宣布脫貧 還剩下52個貧困園和一千多條村 由中央掛牌督戰 官方指 過去七年累計有9300多萬人脫貧 要在5年內完成脫貧攻堅任務 用的方式也不可以單靠補貼 又或者是傳統的支援生產發展 逆地搬遷就是其中一個扶貧方式 將天然環境惡劣的貧困村搬到平原 或者是城鎮發展 還有對口幫扶 由企業或者城市承包起一個縣的扶貧項目 如果完成脫貧攻堅戰後 首要任務就是防止反貧 即是要防止這些成功脫貧的絕對貧困人口 跌入貧窮線裏面 之後就是透過鄉村振興 來處理相對貧窮的問題 有線電視記者黃慧瑜北京報導